歡迎來到新節目 華立監察院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院長 墳總 不是之前有過的嗎 現在真的獨特出來做節目 是啊 新系列啊 大家好 南瓜 大王 我搭桌子而已 我是院友阿芯 這個院友都很深度的創傷 我過來觀光而已 看看院長和院友們你們 閉嘴 你是發生友 各位院友益友多多支持 益友? 這個新節目其實之前在某些老領或SP都做過 為什麼要獨立出來做這個節目呢 因為DC近來實在太多好東西了 我們作為一個華立監察院 就一定要跟大家聚述一下一些很好的新聞 讓大家溫故之心 我要先說一句例子 各個sponsor到deおくりします 有什麼啊? 好像我們第二個節目一樣 科技疾事錄一樣 要明謝Apple 我們當然要明謝華立和DC 其實作為聽眾 我很想說你們這樣下去 你們跟齊野有關的節目還資越來越多 就是這樣下去 就是說這些 監察一下 不同情況而已 那院長今天你有什麼監察 嘩 八蟹拜 話說啦 之前罵到廢洋洋的Joker事件 終於都落實了 一直都說 又說找馬田史高西斯拍 找李安立道做Joker 我以為他只是夠吹 怎知道他真的來了 那就不是李安立道 但是製片也是馬田史高西斯 找了一個實力派演員 英文不好 應該是Joker Phoenix 我看資料其實都算一個實力派演員 例如他都被提名過三次的奧斯卡 還有其實你看回他一些做主角的片 例如2013年的HER 甚至是回到以前的大國嬌雄 就是他做這個奸國的王子 其實都是一個很有實力的演員 其實作為一個叔叔來說 他確實是演技和很有型的 但是這套戲就是叫The Joker 其實這套戲名還未正式公佈 但是坊間就叫Joker 定了2019年10月4日會正式上畫 講這套戲之前 講一些好笑的資訊給大家 那套排期排了很久的Flash 都還未開鏡 那麼這套戲呢 這套戲呢 這套戲是橫空出世 夠說的都比他更快 還要之前夠說馬田屎高西斯 結果真的找到馬田屎高西斯 雖然由導演變成制片 但起碼都會比較適合 起碼找到制片 至少不是完全詐騙 我覺得其實Jerry Letto 應該更加悲劇 這套戲的 他... 讓我扮演那些嚴重遠有的說話 怎麼跟多元宇宙... Come on baby 你是不是看開美漫的 那個就有DCEU的version 這個就是獨立的電影 是不同的 但是我想說 多元宇宙這件事 就一向都有的 還有獨立電影 就不是一個新出路 因為Tim Burden 那套Batman 都二十多三十年了 電影 由開始到現在 從來都是獨立作品 怎麼會有些傻乞 在自己的項目那裡說 獨立電影就是新出路 是創新的表現 我想說 你是不是刺能線 其實Universe這件事 反而是近... 近十年 這十年才開始玩 以前那些 還有很多深水清的院友都說 你這個電影宇宙做得不好 所以才要拆開這些部件出來做 你有沒有看到人Maffle 要拆開出來 不會的 你喜歡Maffle一回事 但是明顯是你的CEU做得不好 至少商業上 別人的Universe建立了之後 真的會推銷很多東西 現在的粉絲說 你那裡的Dark Phoenix 看起來都不是很好 你這些版權又轉來轉去 又搞到這樣 X-Men搞到這樣 是不好的 終於叫他Settle down 你這個又跟一句抽水 人家Force現在被他收購了 迪士尼已經說了 把X-Men這個Fanchise 又交給Calvin Fitch 即是他已經集齊六顆寶石 他已經成為了電影界的Fanel 即是我們早幾年 即是Spider-Man還沒回去的時候 我們已經說 他簡直就是電影界的Fanel 他要集齊六顆寶石 然後Spider-Man搞定了 我們正在想 會不會在他合約完之前齊集到 應該難一點 誰知道真的被他願望達成 在他合約和Marvel Studio完之前 就真的集齊六顆寶石 即是做Fanel 那說回Joker那套戲 其實已經有一個Teaser出來了 其實那個Teaser也挺有Feel的 他是用一些投影 把一些小丑的影像 就投影回演員的臉上 最後就會彈出他化妝 做一個普通的小丑的樣子 我覺得那個樣子 不是最後他Joker的樣子 我猜這套戲其實是 由他如何慢慢 由一個普通人變成Joker 那樣的故事 是聖魔之路的故事 對 還有剛才也說過 其實他是一個實力派Unit 如果 真是 DC不攪拌這套戲 加上 有馬田士高西斯 還有一些好的劇本 是可以看得過的 但是 盛傳 這套是英雄電影 這個Joker 不是奸 蛤 對 沒錯 這位遠友 你不用嚇得那麼大聲 沒錯 那沒有 是不是TelTel的 Batman Enemy Within 那個英雄版Joker 他又未必是英雄版 但是他算是 以暴易暴 像Punisher那種 即是他會以殺指殺那種 這個是 盛傳得很重要 那跟Joker有什麼關係 殺人 還有一個小丑的樣子 沒有 那沒有的 早幾天看到什麼Fanom 都搞得很不妙 那跟這一節渠帶那個有什麼分別 那他幫人 他殺那些混蛋幫人 他不是吃了那些小孩 你看他小孩多小 他不是這樣 所以大家要有些心理的調整 那其實 那就是不要在一起 不會的 不會的 這些是心理準備 不是心理調整 哈哈哈哈 這樣說的 就算Marvel這邊 例如Fanom 大家都心理調整了 哦 Fanom那裡有打賊說兩句 他近來發布了一些宣傳稿 那我們也算是半個傳媒 就是友台那邊 我有很多身份 那些宣傳稿 真的 真的 哈哈哈哈 他呢 又是用Spiderman 去引你落答 就是幫那些 不熟Marvel 或者不熟版的朋友 引他落答 就是說 啊這套東西到底會不會有Spiderman出現呢 那我就忍不住在其他媒體那裡 留言挑機 我就是說 哇這件事呢 Sony的CEO 都被人笑得到面黃了 那個宣傳稿 還打這句話出來嗎 那下面當然很多人支持我 對不對 那就給大家一些資訊 就是為了宣傳這套遊戲 怕會被人家產呢 Sony都真的不遺餘力 和不恥下問 如果搞到這套戲 我看見有好像忌生獸那樣 那個trailer 我看過得到 這段宣傳都厲害的 這段宣傳都厲害的 還有他 露鏈這麼大 寫著是Marvel電影 從來都沒有試過 我跟你說 這個叫不叫通光 就算原祖Spyder-Man三部曲 和Alan Amazing Spider-Man 那兩套 從來都沒有鑿著 就是Marvel那兩隻字 一定是Sony picture 的 但是現在大家明白了 那時候Marvel的名字 還沒去到這麼輕香 現在就是不靠他的名字 會死眼 他現在幾乎 Marvel那隻字 用大句Random那隻字 大哥 現在要韜光的 你想想 就算連Spyder-Man那隻遊戲 你一開場都是大大隻字 寫著Marvel的 我幫我們 先回來 這件事有什麼值得搞笑的說 重度病症的病人出來了 話說日前 DC Entertainment的總裁 站在Warner Brothers的 互動娛樂總裁 Dian Nelson 在她自己的Twitter上 就稱讚這套 未來會上映的小丑戰影 她的留言 她的post大概是說什麼 就是 喜歡絕佳的故事與演員 哇 具才華的導演 所帶來的強勁觀點 這是自DC Christopher Lowland起 就應該具備的條件 就算是大客粉絲 都不會去搏我的論點 好戲就是好戲 真的好戲在後頭 但是好戲在後頭 不是有套好戲 是她即將有好戲在她身上 先不說之後的事情 作為一個相關公司的人 以下的一篇飛機文可以理解 我覺得不算是打飛機打到出著那一篇 是一篇很正常的宣傳文 或者合理期待 作為一個公司的話 那我作為一個行政總裁 我拍這部電影 我要稱讚她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難道我叫了Alan 說要拍的話 她會很厲害 你不會這樣做 那是正常的 你不會看到她突然說 Venom很好看 你不會看到她這樣說 當然是說這些 你除非瘋了 但是你怎麼也想不到 有人說她打飛機打錯位 沒錯 那就有大量的院友去攻擊她的Twitter 手勢不對 對 那些應該不是我們這間院的院友 另一間院的院友 阿卡馬西林那些 哈哈哈哈 那就說她是卑鄙小人 哈哈 說她在暗瓦底批評史內達 即是這個set slider 那Dyenne忍不住頸 就回覆她們 就說如果你們想暗示些什麼的話 其實我是將set slider 還算在剛才那些有才華的導演裡面 所以我就不是一個小人 她這樣說 我明白這個回覆 對呀 亦都未去到開波的地步 但是那些院友就繼續跟她說 不是 你根本就是讚這個Christopher 你就不妥了這個屎萊大 你這個臭雞 哈哈哈哈 你不是一個誠實的人 你說謊 你騙人 那就因為這些海洋的攻擊 導致這個所謂的總裁 她認為要將自己的Twitter關閉到現在 不是Depost 是將Twitter shut down shut down 也有其他人再問她 她也沒有再回應 所以呢 再說回奧威知道 其實這個高層 在華立已經做了22年 啊 沒什麼 旁邊的院友真的挺厲害的 她也受到一些雜誌的訪問 OK 那但是呢 這一段所謂的訪問呢 最終好像是沒有print out出來的 噢 那在這個好像沒有print out出來的訪問裡面呢 其實阿大恩是曾經說過說 Zack Slider和她的觀點呢 未必是同調 但是呢 她會尊重她的看法 這些是我們的管理哲學之一來的 嘩 那我覺得都很大氣啊 我這樣說 就是和而不同啊 我覺得很大方 很正常的態度 而且 都是那件事 正常人出帖子 那現在我正在說這部電影 我為這部電影出帖子 那我講的東西當然要專注於這部電影 我不會講任何東西都說關於Zack Slider 都會放Zack Slider 就是如果有一天 這位仁兄出過Twitter說 公司廁所塞了 By the way Zack Slider萬歲 你不會敢出帖子的 正常人 Zack Slider forever By the way 公司廁所塞了 你不會敢出帖子的 正常人 對 那這件事就令到 這個新電影就沸沸揚揚了 那也都 就是我最後想說的就是 Zack Slider這個影響 已經是去到不可收拾的一個地步 他現在是立於不敗之地了 好 DCEU的戲呢 繼續hite下去 他就可以說 當然啦 沒有了我做舵手 你當然hite 好了 DCEU的東西好了 他又可以說 全靠我打好的基礎 哈哈 沒錯 你不是我Zack Slider 都說我知心軟友 也都有一些 我讀留言而已 有些心碎清的網友就這樣說 他就說 喂 超人2 即是舊那套Superman 不是Man of Steel 舊那套超人2 其實中間都換過導演 就好像正義聯盟的情況 但是這個網友就真的很陰毒 他就說 超人2是叫好叫座的作品 跟那套陪本陪到丟臉的正義聯盟 可說是天淵之別 這兩部電影呢 共通點呢 就只有中途換導演而已 嘩 他真的很害怕他被人恐怖襲擊 對 對 那 我很害怕戒結果 真的是 膏灰一個 Hicex Slider 這樣衝進去 哈哈 其實我對獨立電影是樂觀的 他將來再出什麼《Sundered Darklight》或者任何獨立電影我都是抱著樂觀態度的 如果你說前面的EU設定不是那麼好 大家這樣說 可能因為設定不是那麼好就試試獨立電影再 到某個時刻可以再重新表演多一次 又不是說不可以的 但至少你現在這部你不要想以後才做好現在的獨立電影 你當然要先打好一點 你旁邊最大的對手已經開始進入這個 我又不是叫衰退期 我叫他比較穩定的時期 過了高峰期 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刻 你這個時候應該有人搶市場 大家看到Captain Marvel的trailer 有些人已經說是很露調循環 那當然你這個時候你就剛剛在一個起步期的時候 你應該是要搶市場的 那當然啦 第一就看一下年底水水俠會怎樣 另外就是可能有更多的電視劇或者電影看一下他會不會生性 雖然我說這件事是很難實現的 說完你自己有笑的 你幹什麼事啊 沒錯 沒有啊 只是希望他生生性性而已 還有一些很認真過我的網友就說 覺得Captain Slider很認真煩膠的 就是過去這一年既然你都退出了製作 但是呢 都時不時在自己的Twitter那裏呢 又發出了照片啊 又說一下設定啊 那樣呢 就是大家又覺得你可憐啊 但你不值得呢 覺得現在是不耐煩啊 那你想怎樣呢 我有一個好的例子就是 Joss Whitton 他是真是復仇者聯盟的功臣來的 無可否認的功臣來的 喂 他脫離了Marvel 他從來沒有提過Marvel的東西 只有讚的而已 人家做得不錯啊 Russell Bader 我也很讚他們的 但是他從來沒有再在那裏 即是Post 自手滑腳 是啊 不可以潑污水啊 不可以潑污水 沒有打飛機就是 哇 Marvel今天Adventure 3 那麼成功Infinity War 那麼成功全靠我 他沒有這麼說過 反而就是被你那套JL害了 他現在雞無鴨血 他還明明是幫忙教了一套戲的 但也不算什麼的 也開始有些人分析 他也做了藥肝措施去 盡力去盡力的 他現在是急救隊 也不算什麼 但至少整件事看上去又大方一點 不是啊 他被阿沙林的院友攻擊到體無懸夫 那那些院友不都攻的 他本身是阿沙去做Bad Girl的導演 被人吵了到Bad Girl也不拍了 對 他完全退了 退了那份工作 然後去拍另一套戲 說真的我也沒有人 那些院友真的太瘋了 你不要小看DC的院友 開咪前跟馮總討論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是東映的那些院友厲害 還是DC的院友厲害 我覺得不分上下 今天刷新了一個新的成績 就是東映的院友是不會丟東映的高層 哈哈哈 ok 就是這班院友真的是Joker 什麼都是Kiosk 對 這個新聞就講到這裡 我們還有另一單 就給一些院友打飛機的 講一些正面一點的東西 正面一點的東西 對 之前都講過很多 就是說DC好像想敵射 自己有一個平台 就想發佈一些電視鏡或者其他東西 那終於出了消息了 其實這個APP 或者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叫DC Universe的 它就叫這個 The Ultimate DC Membership 嘩 哪有證明 對 其實一個什麼平台呢 當然第一 他就可以看電視劇 包括什麼呢 厲害 就是之前的話題作 Titans 就在那裡上映的 哦 就是Starfire 是公仔麵頭的那個 你閉嘴 Wazisome 喂 我不是說他膚色 我不是說他髮型 那抽公仔麵 你密花主意 真的是公仔麵 喂 人家說Christopher Loran都可以 跟Zeslider有關 你說公仔麵頭 我說你Raisis 有什麼問題 我好像有道理 這個時候院友會跟你說 如果他是白人座 你就不會歧視他的頭髮 白人那抽不是叫公仔麵 其實不是說他抽公仔麵不好看 他抽公仔麵也沒什麼問題 但是是醜樣的 就是那句我們看Deathpool 那時候 不會說那個黑人角色的問題 那就大家不要投訴 那就不要說這些了 除了Titans 其實還有其他我們台會期待的 第二就是Yang Justice Outsider 這部我是期待的 還有Doom Patrol Swan Fing Star Girl 和Harley Queen 這些他們都說在2019年 會在那裡做廣播 真的搞笑了 又可以拍到Harley Queen的劇集 厲害了 真的 是 Deathstroke呢 可能有 你不知道的 肯定有 CW CW不出可能就是自己想出 剪掉CW那些去 CW不是有Deathstroke嗎 不是有嗎 去了哪裡 當然我們之前在我們台的戰隊 講過的 Freshman Paradox down night return story 重溫的 還有一些經典的電影 好像剛才我們提過的 例如最舊版本的Superman Tim Burton的Batman 還有其他的經典都在那裡重現 就是歲月流星 對 還有歲月流星 例如Animated Series Wonder Woman的TV Series 都可以在上面HD化看到 那如果有人這樣說 你真的很喜歡DC這個系列 這樣就OK的 這樣說 那起碼 那些課聽我OK 他不是只有Titan Cyfer 你看嘛 不是每次都餓 剛才有個約會 看得到 今天看得真點 不是現在的 這個平台還有一些特別 他不只看影視作品 他其實漫畫都可以看 那他的宣傳就說 由Action Comics 第一期到Rebirth 你都可以在上面找到 OK 我覺得 那真的 那算OK OK 但我們給錢 要騙我們給嗎 就是在裡面那個 他沒有講 但我會講他的收費 但是我猜應該要在外賠錢 就是在裡面再Pay Per Real 其實真的像現在HMPOd的消費模式 哦 那你剛才提到的遠友 你是可以在上面 跟各位遠友溝通的 因為他會連同DC Community 我猜應該會有些Discution Flaw 那麼糟糕 你試院友大戰,好看喔 可能你開過APP,上去光看電影那一塊 大兩幕的聖誓論壇 上去觀察院友,院友監察 我感覺上去Reddit,上去打瓶嗎 他進入平台,另一方面 你作為一個院友,當然要奉獻 他上面也有... 那些叫教友,你 也有所謂Members Only Merchandise 他沒有說什麼,我猜他也有一些商店給你買東西 暫時我看到都是說這些東西的 但是現在的APP已經可以讓你去pre-order 就是pre-order membership 但是他只是US Only 那大家可以... 我想讓大家猜一猜,你猜這個APP 一個月,當一個月多少錢 我猜猜,應該類似Netflix那些 70多元 不,看看有沒有家庭計劃 如果沒有家庭計劃的話 我個人是願意給30元 30元一個月 30元一個月 港幣嗎 港幣 一個月嘛 對,一個月 心哥呢 如果要包滿漫畫的 五六十 我覺得漫畫是另外給的 你當不包著才可以 我當不包著才可以 我當不包著,我會給50 最多50 我自己把它當WWE Network 類似9.99 US Store 我當它是WWE Network 那種風格 那你知道有錢人就是這些人 其實大王是最近那個 是的 那它定價一個月就是7.99 哦 那你計算一下 好像都是50至60元左右 那它也有一個一年的Season Pass 那就是79 那它也有一個一年的Pass 就是74.99 就是一年的 那如果你說計算起來 是不是貴呢 就見人見智了 因為例如我現在 就是你當Netflix 那它只是看片 最便宜就是60多元 最貴就去到90多 那你說比較起來 那當然你DC 現在初起步子 一定沒有那麼多東西看的了 那對於我來說 最重要是那些Show的質素 但是這幾套呢 嗯 值不值得你給那麼多錢 去給一個月 或者給一年呢 我真的很擔心 但是我們買Netflix 我們有家庭計劃嘛 是啊 我們可以幾個人分享 那我們只收回二十多元一個月 而且也要看它 多不多新內容 就像Netflix那些 我知道每一個人一堆新內容 如果你如果說是歲月流星為主 而每一個新內容 就可能有一些新的Titan 給你看 可能新貨量不多 可能大家加入它 還有它這個平台 是真的跟幾個馬佬 星期五看四季之一一樣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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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所有的Fanchise 其實都賣給不同的OTT 我們Netflix 我們看到 或者其他的平台 我們都會看到 你那些東西不是獨家 那就浪費糕氣 另外就是你太專門 迪士尼的OTT 它不只是迪士尼 它有Star Wars 它有Marvel 它有迪士尼的真人電影 動畫劇集 其實那裡是很豐富的資源 你只是D.C.就行不行了 除非你說你混合華納兄弟的電影下去 這樣就有得困了 華納都有很多好東西 哈利波波 我真的找不到資料 我不知道它如果是漫畫方面 可不可以搞 就是如果它這個價錢 是包括你可能是preview 一些最新的期數 我覺得是還有些機會可以搞的 就是掉了一些新內容 我覺得要多了 如果只是靠舊內容 一來可能那些人已經看過了 二來可能其他平台本身也有 不是有些你很獨有的新內容 我覺得那個 但是如果你給月費任 如果你給月費任看的話 你實體書那邊就更加產的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都是 入到平台裡面 再給較便宜的價錢 去買電子版 我相信會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是給月費 連最新的都看到的話 那我覺得實體書就更加產的 也是的 如果是電子版便宜一點 那還可以說 對 所以我也是審慎悲觀 審慎悲觀 這個terms 你也不錯 這個terms 審慎悲觀 所以 不如我覺得審慎悲觀 好啊 那我們到時 實先是足去看這些新劇 看看 在審慎悲觀 那裡說 還是又開多次華納監察院 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我相信 Ingustice 就不用申慎悲觀 可以申慎悲觀 我也是審慎悲觀 這班主 就是 這班主 辛苦院長和副院長 為什麼我變了副院長 我沒有記憶 院長你怎麼看 副院長沒記憶 當然 封了你副院長 你也有一份怨氣 審慎悲觀 一個人很辛苦 靠你們的副院長和副院長 有院友和我這個花生友 那樣播一下 今天就調到這個 第一鑽麻辣監察院 是啊 試播就是這樣 看看反應如何 或者聽話 我們會不會吸引一些院友 不是啊 我也歡迎院友入住 那你就在下面留言 申請一下入院 我們其他節目 可能隔壁的院友想過來燒店 是啊 隔壁的節目也有很多院友 是啊 院友到處都有 那時候就插支牌 千古罪人墳總 推出去給你 我跟青山的醫生都蠻熟的 會不會 回到你們過去 嚇壞了 沒有所謂 再不是法律師本 有個辛苦的院長 華納監察院 是一個不定期更新的節目 主要看大家的反應是怎樣 還不是看華納的表現如何 我很有信心 我個人 就不希望這個節目出帳成長 是不想的 喂 科技測試陸天哥都不想的 哈哈 而結果就是很絕撞成的 琛哥 我們覺得呢 除了這個華納監察之外 可能呢 遲些會有東影監察院 不啊 不想可以 監都不想 你慢慢吧 我不會轉這個節目 但我想你做院長也不行 你要做院長 我上Hero Channel有一集是東影監察院 考慮一下 哈哈 說這些 他們待會又被院長過去燒他們 不要緊 好了 好了 希望公司不要搞我 我要做那些監察院節目 好 多謝大家收聽今天華納監察院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